好 我們在我們骨架保完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調動畫了 在調動畫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Brender裡面調動畫的一些 介面工具在哪裡 好 像我們現在一直在做模型或者做Layout的時候 在這裡嘛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要切到Animation 好Animation我們會常常在Animation模式來調動畫 然後我們調動畫他其實這裡有什麼我們往上拉這裡其實 這裡已經他開啟了兩個工具介面 這個下面的叫Timeline 時間軸 再來這個叫做DopeSheet 像綠表 叫做綠表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功能他CtrlTab 切過來叫做 叫CurveEditor DopeSheet 預設是DopeSheet然後按CtrlTab可以 GraphEditor或者是我們在這邊 可以 每個介面都一樣這裡切換這裡 動畫會使用得到的其實就是 DopeSheet Timeline GraphEditor 然後另外這兩個比較進階的 Driver跟 NodeAnimation這個 有時間在講其實主要其實一般條動畫就是上面這三個 最核心的 Timeline DopeSheet跟GraphEditor 好 影格 Timeline的話其實 他的功能其實沒有很多 其他就是告訴你說他在 整個時間軸 你現在在第幾格所以按空白鍵 就是播放我們現在沒有動態所以他就在影片上一直一直播放 然後我們如何移動我們的Key呢其實電話數點著直接移動 很簡單 或者是按著Alt 加滾輪可以用滾前後格 另外的快速鍵的話 另外的快速鍵的話 是 看的 Ctrl Tab 在 這也是 Curve Curve的模式 Ctrl Tab 就可以切到 DopeSheet CurveEditor 這兩個模式可以這樣切換 不過我們在初階的時候我們都用DopeSheet來調動畫 好 這部分就是關於 簡單的三個介面的簡單說明 好其他的部分就會以在專案的部分中邊做邊講 CurveEditor